Hola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有沒有覺得我今天長得跟以前差很多 非常的奇怪 因為我 昨天 把我的 睫毛給卸下來了 所以過去的兩年半 你們看到影片裡面的我都是有 中睫毛的 我就是連續接了兩年半 然後呢 昨天發現這邊有一個很大的gap 我就去給人家卸睫毛 發現我現在 沒啥睫毛 我以前睫毛超多的 所以我想說 我要來休息 兩個月 Anyway 夏天到了 想穿比基尼 或是這種 消禁的背心 又怕炸毛 怎麼辦 我其實除毛時間應該有 10 應該有12年了吧 就我從18歲開始 然後我現在已經 本人已經30歲了 然後呢 我從大概大學 的時候就開始除毛 那第一次 一開始除毛 就是已經是用最basic 最入門 最粗暴的方式 就拿刮鬍刀刮 或是私密處把那個毛刮掉 可是這種最怕的是什麼 就是 長出來的時候 超級癢 你在外面的時候 你要忍住不抓 我覺得很難 然後出色味之後呢 我就開始 就是 做那種 Laser 就是雷射除毛 可是雷射除毛 其實 就是 還是會長 因為我已經做了大概 應該有8堂課以上 可是我還是會長 然後呢 市面上還有那種 無痛的除毛膏 可是那種除毛膏 最擔心的就是 化學藥劑 會讓你皮膚過敏 那到底該怎麼辦 這樣給我們來處理 就是 蜜蜡除毛 雷射除毛跟蜜蜡除毛 又有一個相同的共通點就是 你要出去給人家看你的私密處 我不知道咧 我是個人 即便我知道那醫生可能看過很多人的下體 可是我去的時候 即便你不認識我 我不認識你 但是我給人家看下體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很害羞 就是你要躺在那邊然後你要把你的腿打開 然後如果你要做Brasilien的話 你又要把屁股這樣打開 我根本是覺得非常害羞 就是 每次翻開的時候覺得很想死 那要怎麼處理 現在就有一個Solution 就是你可以在家直接用蜜蜡除毛 在手自圖 倒入適量的蜡 開啟開關 等待溶蜡 順著毛流生長方向塗膜 等待幾秒 毛多毛反方向撕下 不管是再細的含毛 或是這種很粗的毛髮 都很輕鬆脫毛 等待蜡乾輕輕一推 OMGG也太好輕了吧 用不完的蜡蝦再來可以用 說那碗變超小一台 不要毛毛說掰掰 好的 直接進入這個影片的正題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或是你第一次來我的頻道的話 我是Sabrina 我是Base 在中東的一家航空公司的空服員 這一集影片其實積欠很久 因為去年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個人覺得 如果你要考什麼外商航空 之前 必須要考慮到限時層面 然後那時候跟大家說 如果反應不錯的話 我再做一集優點 沒想到 一極限就極限了好幾個月 現在要跟大家來 交功課 整理了幾個優點 想跟大家分享 我後來發現應該是比較適用於 如果你想要靠 Base在中東這附近的航空的話 你會覺得非常讚的地方 因為有些福利好像真的 譬如說你是Base在 歐美或是你在澳洲當空服的話 可能就沒有這些福利或是 那個優點不一樣 所以我今天是以 Base在中東的航空的 角度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覺得 這一個工作優點真的是 非常多 不然我也不可能待在這邊這麼久 前幾天在briefing 就是每行班之前 我們都會有簡報 就會去檢報室 然後我們會做一個briefing 然後briefing結束之後 我們就常常講說 不然現在大家來自我介紹一下 你叫什麼名字 來自哪個國家 然後 你在這個公司多久了 我在自我介紹的時候我才發現 天啊我已經在這個公司 快要八年了 就是我搬來杜拜已經快要八年了 所以我想說的是 這份工作的優點 就我個人是覺得蠻多 不然我也不可能待 大概在這邊八年 Anyway 就他不都說我們直接進入正題 要做這個主題我想到比較優點的地方 大概有五個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 這個我不知道歐美有沒有 可是我知道在亞洲的航空公司 像台灣的國內航空 或是 For example Singapore Airlines 他們是沒有提供住宿的 但是 Base在中東的幾家航空公司 都有提供免費的住宿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的 beginner friendly 因為 因為你 才剛搬來這個城市 才剛搬來這個國家 你第一個要擔心的就是 你要住哪裡 根本就對這個城市很陌生 很不熟悉 你可能連 租房子要用哪個網站 或是租房子要用哪個application 你都不知道 或是像杜拜租房子的話 他也不是像台灣 比如說是 一個月會一次房租給房東 像在杜拜 是你要 簽支票 然後付房租的 可是你才剛搬來 第一天第二天 你根本就連銀行的 帳戶都還沒開 你怎麼有辦法去開支票 去付你的房租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的 對新手很友善 你基本上就可以直接 拎包入住 完全不用擔心 第二個就是 free transportation 你住在公司的宿舍 公司會有一張timetable 你的宿舍 都會有一張timetable 什麼時候 公司車會來啊 集電來 所以等於說你上班下班 都有 公司車 有人接送 不用像你在國內 或是 一般的工作 你就是要自己 開車上班啊 或是你要搭計程車上班啊 然後如果你開車去上班的話 你又要擔心 就是公司有沒有停車位啊 或是公司附近的停車位 搶不搶得到啊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這兩個就是免費 的宿舍 跟免費的transportation 是非常非常 讚的 因為你完全就是不用擔心 只要拎包入住 人到就好 就可以直接去上班 再來第三個我覺得 就是如果 你是一個很熱愛旅行的人 你應該會超級喜歡 我們公司或是 貝斯在中東的 航空公司 因為中東的航空公司 航點 超 爆 多 加一個最簡單的好了 我看長榮還是華航的話 他們歐洲縣的 航點 好像只有6個吧 反正就是兩隻手數的出來 光歐洲的航點 我們公司就飛了 40幾個 我們公司大概有飛到 85個國家 然後其中涵蓋了130幾個航點 所以是 非常多 光是非洲我們就有 22個航點 那時候就是很年輕的時候加入公司 想說 天啊我明天是要去哪一個國家 在Uganda 飛蘇丹 或是你飛星巴威 想說 這輩子要是我沒有坐著工作 或是我沒有在這航空公司的話 我根本就不會去 星巴威 小時候 連聽都沒聽過國家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很熱愛旅行的人的話 你就可以 考慮 航點比較多的航空公司 你把所有的航點 每個destination都飛完 你要離職就可以離職 因為你就可以跟大家說 全世界我都旅行過 我覺得 航點 是真的跟國內航空比起來 多很多 你就會覺得 真的很酷耶 非洲這麼多城市 這麼多國家 我都去過了 下一個優點就是 講到我們公司 不是飛很多航點嗎 其實我們公司的主源也來自 140幾個國家 就是非常非常的diverse 公司想要訴求比如說 如果乘客遇到問題或是想要跟空服人要什麼或是身體不舒服要溝通的時候 基本上你也不用太擔心自己英文真的很不好因為可能 那個航班上面就會有 會講你語言的主源 所以你如果不會英文的話還是有辦法可以 就是得到幫忙 加入之前完全沒有想像過我出社會之後 會在這種 很多元文化的公司上班 那種感覺就像是 一個迷你聯合國上班的感覺 比如說 你今天上班的同事是來自意大利 西班牙 阿根廷 巴西 英國 印度 澳洲 Whatever你可以想像得到 Serbian creation 就你會覺得天啊 真的是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很酷的一件事情 每天跟不同國籍的 同事上班 你就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 你也可以 大概知道 哪一個國家的組員 他們 的個性比較直接 哪一個國家的組員工作起來比較勤奮 哪一個國家的組員就是比較 相處起來比較簡單 比較和諧 比較 柔和 然後哪一個 國籍的組員就是比較 容易上班偷懶 就是你 這幾年 跟外國的組員工作下來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大概了解 每個國家 的文化 我是真的覺得 就是超酷的 因為你像在國內上班的話 應該很少有這種機會吧 比如說你 你是在外商 可是你們公司對接的可能都是美國客戶 所以就是比較單一 即便是過 七八年 我還是覺得 這個體驗是非常非常的 棒 再來我最後一個想要分享的是 我覺得 工作文化 蠻好的 在亞洲 不一定是亞洲航空公司 就是亞洲職場的文化 大家都知道會有那種 Signarity 就是你要很尊重 比你先進公司的 或是你要很尊重你主管 然後譬如說主管叫你幹嘛 你就得幹嘛 可是如果像 在我們公司 我覺得工作文化 相 較而言 都比亞洲 健康很多 以我們公司來舉例好 譬如說 今天如果是非兩年人的組員 跟一個 二十年的組員 我覺得工作上來說 就是你的c年他不會直接說 你去幹嘛 你去幹嘛 或是他把 自己分內的事情 就是給你做 反而是比較像是大家 互相尊重 再加上我覺得可能就是 我們公司的主人就是來自不同 國家 文化種族 還有國籍很多 所以我覺得大家 是以 互相包容 比較多 Signarity在我們公司 真的很少見 因為像我 家人我有好朋友 然後是在國內航空 但是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是在 我們公司 待了三年之後 他辭職 然後過一陣子之後 他在 某某 很有名的 東南亞航空飛 然後他們的 Signarity真的是 非常非常糟 就是有那種老鳥 欺負 菜鳥 或是他叫你幹嘛就幹嘛 或是 就是言語上面的霸凌 我都覺得 聽到這種故事 我都覺得很扯 可是如果你是在中東 或是你們在 比較歐美文化的公司上班的話 根本就不會 聽到這種 亞洲 職場上面的 鬼故事 就是非常非常少見 像我朋友他 現在加入 那一個航空公司 跟我分享的故事 我就覺得 天啊 你在我們公司待過 你在院內的公司 我真的是 不知道他是怎麼調適 因為就是 非常的 傻眼的一些 就是 青年在欺負 比較新人的故事 我是不是還有講一個 我居然露掉一個 大家看這一集 最想聽的 就是 薪資 跟你說 我們 的薪資結構 然後是以 底薪 加 飛行時數 加外站津貼 組成 你們一定會想要從嘴巴聽到一個 確切的數字 到底 外上航空 一個月可以賺多少錢 這個呢 就是我們公司的官網 或是一般 你去 航空公司 的官網上面他們都有寫 然後我是不方便透露 就是確切一個數字 但我可以跟你們說 就是真的 比國內航空多出 大概有 一倍嗎 沒有一倍 至少也有 多出八成 就是 國內航空是這樣 我們可能乘一點吧 就是我們的薪水 然後呢 還有一個 中東 在這一些地方 最佔的地方就是 不用繳稅 就等於說你 十 即賺到的錢 就是 十賺十收嗎 就是你完全不用繳稅 以上整理這幾點都是我覺得 靠 外上航空 或是靠 中東這個region的航空 非常好的優點 希望有 幫助到 就是可能已經出社會想要轉職的你 或是你現在 剛畢業 或是你 還是學生 之後想要當空服員的你們 希望這集影片有幫助到 然後 當然優點應該是很多 可是我能想到的就是這幾個比較大 確切 想要知道 我們到底賺多少 等到你確切拿offer的時候 你來了就知道 你來了就知道 這一集影片就先到這邊囉 有喜歡的話 請幫我按讚 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這件衣服 也是我們 Triceps 有在賣的 非常非常有彈力 然後是 削尖的背心 有三個顏色 有喜歡的話 我會跟 脫毛集的連結 一起放進資訊欄 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